好啦各位 那今天呢我們韓服呢 有公佈這個20週年的改版情報喔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究竟有哪些的改動喔 首先呢這個我們方塊提升機率 那先說一下 這個黑方塊跟紅方塊 是韓服才有的方塊啦 我們台服是沒有的 那我不確定 這邊這個罕見到傳說啊 機率提升這種 會不會套用在我們一般的 比如說閃耀那種方塊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附加的部分 附加的話 罕見有0.6到0.7 但這也看看就好了啦 因為我們現在台服好像還是0.5 之前有從0.5改0.6 但我們台服目前還是在0.5 所以這個也不一定會改啦 不一定 那這就是這次新增的啦 可疑的附加方塊 有0.4的機率提升到稀有 那些不會再降級 那再來呢 紅方黑方 匠人名將 就韓服那邊洗足錢的方塊 不會再出現防禦力的這個潛能了 那我是希望呢 我們台服可以跟啦 那就是個良性改動 不過有機會啦 像以前那個方塊移除費錢啊 台服都有跟啦 所以 這個應該有機會啦 那如果這個一移除的話 以後閃眩就好洗不少了 再也不會看到 頂帕的防禦力了 那下一個 附加的部分也一樣 附加也不會看到 防禦力的部分了 那再來變動 我覺得比較大的就是這個潛能的部分喔 每10等級加1呢 都改為主屬加32 那攻擊力加1也變加32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數 罕見原本只有5%啦 5%之後都改6% 那這個是 罕見潛能的部分 這些其他都有變更啦 就是現在罕見的潛能的最高%數 都在 額外增加了 那傳說的話呢 原本7%的變8%了 我不確定我們台服 佩洛德那些會不會改 我不曉得 如果照他們這樣改 就會變為866啦 但我不確定 我們台服的這些會不會一起改 那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 可能866 大家200裝 大家都習慣了 那我只能說 因為韓服他們的神秘裝 原本最高只能755啦 那他們一改呢 可以變866 那 但是呢 最好的是什麼 給你們看一下一個東西 就是 250裝 變977了 866變977了 呵呵呵呵 那個250裝備最高可以到9%了 OMG 所以基本上 之後那個 加1加2應該是不太會用到了啦 說實在的 前面等級比較低的 7也變8了 基本上都以 主犬為主了啦 加1加2應該就不用管了 就即使加1加2變 3264 他們看起來還是 應該還是866那邊會比較好啦 200神秘會改嗎 神秘應該不會變 應該要到250才會變 200的應該也是一樣866 畢竟我們是偷跑的嘛 3264不是比較強嗎 應該沒用 97786應該是比較強 各位 那這部分呢 我在看韓國論壇的時候 有發現他們有整理這個數據哦 那這個表格應該是以200等的裝備為基底 所以不會有這個977 那可以看到哦 第一名增幅最多的是 755變866 有來到20% 那第三名是這個 加255變6466 是18.65 所以目前這樣看下來 應該是 866還是會比6466還要強的啦 但我不確定 他這個表格是以什麼樣的機體來去做計算的 所以可能實際的情況還是要等到 呃台服改動的時候 呃大家以自己的機體去做測試會比較準確了 但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洗珠屬性比較強啦 10等級加2 即使改成64 感覺還是會輸866啦 所以之後 這個10等級加1加2的這個 性價比可能就沒這麼高了 因為現在 原本是說這個培洛德啊 他們裝備等級比較低嘛 只能755 那就洗10等級加2 呃會比較好一點 但之後可能 不用了因為都改為866了嘛 如果台服有照跟的話 呃 但還是要等之後再做實測 會比較準確喔 3264是有改強的 對對對 跟之前比起來確實是改強 而且 因為以前加1 就很明顯啦 你看以前加1 你要到320等才有32啦 但現在直接給你32啦 對不對 原本擔心這種等級比較低的 會不會每個 但是一樣啦 那種140的一樣最高有到8% 好那再來是這個 方塊的跳框保底啊 那一樣啊 這個紅色跟黑色 一樣台服沒有 好那到時候 我們這個閃耀的部分 會不會有保底就不確定了 好這個不確定 那我們就先看我們台服有的 好附加跟白附加 好特殊跳稀有 保底31 稀有跳罕見保底76 罕見跳傳說保底214顆 總共要214顆 就會保底上傳說 那他的介面是下這個樣子 你上面會有一個跑條 當累積滿的時候呢 就會跳了 跳了之後應該就reset啦 就會再重置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暫且保留 欸我不確定我不會跟 這個沒有人可以保證 真的不知道 只是先知道 韓服已經改了這個東西 對了各位 剛忘記提到 這個跳框保底啊 他是伺服器共享的 透過旁邊這個 UI介面呢 可以打開來看 當前的進度 就像畫面上看到這樣 那每個方塊呢 這邊都有他累積的數量 就比如說 你這個方塊使用了一次 他就會記錄在這邊 那他是看伺服器的 並不是跟著內建裝備 那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韓服他們官網 發布的這個內文 那我們簡單的翻一下 大家看到 失敗的次數 也就是保底前的次數呢 是針對每一個方塊 跟潛在等級 單獨儲存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圖上這個樣子 他這個儲存的次數 都是對應方塊跟等級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 那如果你這一格 假設你紅方塊的這個 特殊等級 那你把它弄到跳框了 那這個地方就會重置 但是其他地方的呢 都不會動到 因為他們都是獨立的 那這個次數呢 是在伺服器內共享的 所以這邊也有提到 每一個呢 都是單獨儲存的 與要使用的項目無關 也就是說 跟你要使用的那個裝備 是沒有關係的 那隨時呢 都可以透過這個UI介面呢 來去查看 目前我們這個 各項方塊的累積次數到哪裡了 好 那下一個 下一個一樣也是不確定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啦 這個上面講的這些 也都沒那麼確定啦 這個要怎麼調 不過這個%數應該是會調啦 但這個三潛能啊 還有這個調高機率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都先看看就好 我先看看就好 再來上次提到的凍結加持器 所以他們的改法 就是直接死掉會保持buff了 就是你買都不用買 以後也買不到了 直接刪除 反正你死掉也不會掉buff了 再來 雙鏈的部分 也是一樣 不用購買 就直接開啟 那像函符有比較多可以取得 雙鏈的方法啦 什麼函版的HD啊 還有像他們的商城啊 就像我們的這個里程商店那種嘛 之後都不會賣了 因為他就永久開啟雙鏈了 好 那就是上次提到這個加持器 以及雙鏈的部分啦 然後再提到這個皺紋的痕跡 皺紋的痕跡上次有 說有新增4種100%嘛 那這4種100%分別是這樣啊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韓版的數量啦 我不知道台服是不是一樣 回真100%要12000個皺紋 純白100要20000個皺紋 雅克回真要24000個皺紋 黃金鐵錘45000個皺紋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黃金鐵錘那麼貴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黃金鐵錘我們台服應該是不需要 因為我們還蠻好取得黃錘的喔 我自己覺得 那就看上面3個 尤其是雅克回真啦 100% 24000個皺紋 還不錯啦 像以往是9999對不對 對阿 因為三次都不一定上一次啦 這個只要24000就可以了 100% 雅克回真 那再來 純白皺紋5%回真30跟雅克回真都刪掉了 然後就改為上面這些 那黃金鐵錘他們有新增這個 15%的皺紋 因為現在最低不是只到30嗎 他們有新增15%的這個卷軸 皺紋的這個卷軸可以去選擇 不過我們台服應該是沒啥的關係啦 可能就那種 皺紋有Fever加成的時候 5克玩家可以靠賽一下嘛 那至於這個二負可能又更強了嗎 我不知道 如果二負多了這個15%的選擇 我不知道怎麼樣 但大部分應該還是用不到啦 大部分 再來是我們副本的改動喔 基本上刪了蠻多東西的喔 從次元入侵啊 進化系統 還有這個 阿斯旺 那連獅子獵人都刪掉了 這些全部都刪掉了 唉以後沒有辦法擊魂了 不過其實啦 就撇除擊魂這一部分 因為韓服本來就沒什麼人在擊魂了啦 其實這些確實都沒什麼人在用了啦 沒什麼人在參加了 所以就一併的做刪除了吧 但連獅子獵人也刪了 不過也是啦 像我們的獅子獵人主要就是開大小魔還有查克羅斯嘛 四十六季的韓服都是沒有的 那韓服唯一用得到的應該就是這個神秘系列的裝備啦 這個不是那個200等神秘裝喔 是那個飾品 那現在可以在購物公園的商店取得了 那再來就是職業技改了 但是技改的部分還蠻少的啦 我們就一併講了 那首先這個盜賊 少10秒的CD 但終傷少2% 應該算小小下修啦 終極引申術 少2%的最終傷害 但是CD就是剛好是180了 下一個惡魔 惡魔系列 召喚喵怪星人 消耗的HP減少 但持續時間也減少 同樣的冷卻時間也減少 那就變120的回圈 那我覺得這個改動算是不錯的啦 畢竟兩隻惡魔呢 他們都是120的爆發回圈 所以這樣搭在一起呢 也算是蠻剛好的 就不會有比較尷尬的問題囉 但至於這個持續時間減少 這十幾秒 應該也不會太大影響啦 我覺得還是 回圈能搭在一起比較重要啦 然後下一個我們的雷普族 雷普族的魔法回路一樣 這個MP消耗減少 總傷害也少5% 但是冷卻時間從200變120 然後新增每180多準備一個 最多準備兩個 就跟現在的那個女神 大風柱那些一樣 之後就是冷卻時間120 但是每180才會新增一個 那這個冷卻120主要是搭 比如說像雅克吧 因為雅克他的爆發就120回圈嘛 那如果你先存好兩個的話 你可以在120之後呢 就可以再開第二個 但是180才會充能喔 充能還是180 好下一個 劍士共通 幻靈5具 也可以準備兩個了 那個這個就還不錯啊 這個就是純加強 那個幻靈5具本身的傷害 跟給的能力值都是蠻好的 我也是蠻推薦大家可以 少一點把他練起來的 然後再來鋼鐵之軀 疊的次數變短 那總傷害不變啦 因為原本30嘛 3%1430 6%54也是30 就是可以讓你更快的疊到最大 但是持續時間少一半 但冷卻時間也少一半啦 還行啦 只是可能開著時機點要再抓一下 如果你只是單純開來 不想被擊推的話 可能要再抓一下開著時間點 因為持續時間 只剩下18秒 然後再來海盜 海盜共通 超速動能 這個就是直接硬砍了啦 攻擊力加80變為70 秒數少了4秒 可是幾乎沒有少 但就直接少了10% 那這次的改動幾乎都是整個職業群改的啦 盜賊啊 惡魔的啊 雷普族啊 整個種族一起改的 還有這種劍士的 幾乎都是這種改動 那再來就是個人的部分喔 像獵獄巫斯這一次 我自己看下來也算是下修啦 這邊傷害少10% 但這邊有加5% 不過這邊B傷又少5% 然後這邊中傷再少2% 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獵獄終於是變為 180爆發了 終於200秒爆發的職業也都漸漸改為180了 然後下一個 機甲戰神 機甲戰神 也算是微調啦 這個追蹤飛彈的間隔減少 那這個是好的 那這邊呢中傷有增加 但這邊有少3% 這邊加5% 這邊少3% 那這邊就少1% 那被動這個反而在我們台服比較不好就是這個會稀釋啦 但我自己覺得最好的就是機甲也變為180的爆發回圈 這樣應該沒有人是200秒爆發的吧 最長就180了 應該200的都改完了吧 還有人是200秒爆發的嗎 應該是沒有了啦 OK 那再來是怪物的部分 我們的獅王 還有拉圖斯跟暴君也會掉我們的可疑附加方塊了 那也不錯啊 這樣之後可疑的附加方塊量會非常多了 因為前面這些王也都會掉了 然後透過Boss會掉落的星火部分啊 數量都會再做提升 好 那再來是地圖的改動 首先呢這個我們的賽爾尼文準備擴建了 這是擴建後的樣子 原本就中間這一塊嘛 那連這個背景這邊都有在做調整了 之後賽爾尼文會變蠻大的 也還不錯啦 這樣也比較符合這個神之都的名號嘛 OK好 那再來星力狩獵場 新增這個星力圖啊 在前面的地方 在黃昏勇士之村有新增這四種 分別是這四個地方 星力的部分 多了這些星力圖 我自己看下來我覺得 可能 這個還行啊 這個沒有到太大 打起來應該還算OK 但是像其他的就有點太寬太大了 可能就沒那麼舒服了 這個應該還 這應該算比較好 這個 這個分布 那血量的話是 3100萬 3400萬 4000萬 跟4100萬 但這邊有個大問題啦 就是他的星力需求呢 要到180喔 這要求是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 還是可以在 心力圖以外的地方練就可以了啦 反正都到這個等級 我覺得後面也沒有 差太多時間了其實 或者是 真的傷害夠的就繼續在H01就可以了喔 你們看我之前劍神那一步嘛 基本上 也是蠻快的 也是蠻快的 好 那再來 我會講一下活動的部分 我覺得這次活動有多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東西 就是呢 各位 這次20周年我覺得他們有往這個懷舊方面去設計喔 各位 多了這個 有一個新活動 各位看到這個技能有沒有這個 懷舊的感覺啊 龍咆哮 這招叫什麼來著 槍連擊嗎 我都忘記這哪一招了 唉呀哭啊 各位 這個是之後20周年的新活動 還有這一招 各位 這叫什麼殺我都快忘記了 天流血斬殺是不是 哇 超級懷念 這個 我不知道台服怎麼翻啦 可能應該就封之谷冒險之類的吧 蠻有趣的 他是其中一個活動內容 有四種職業可以選擇 就是 劍士 盜賊 法師 跟弓箭手 那 他有 這些基本的技能 那進去就像這個樣子 都是四個人組隊 職業不能重複 大家只能各選一個 有種 回到 十幾年前的瘋之谷 就這個感覺 就這個感覺 那給你們看一下 他們實際的那個操作畫面 這個就是進去這個 組隊活動裡面的這個 界面 那你可以選好之後就按準備 那開始之後呢 第一個關卡就是打這個咕咕 超級超級懷念 以前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覺得傷害偏高了 說實在的 我覺得傷害可能偏高了 那總共有這四種關卡啦 那最下面是BOSS關 那一開始是在這個地方 我還不太清楚獎勵啦 反正 總之就是一個 懷舊取向的一個 小遊戲吧 這應該算是一種小遊戲 想玩這個懷舊風之谷的 你們可以玩個爽 來 玩個爽 以前就是長這個樣子 估計放到現在 直接吐血 給你們看一下打BOSS 多麼的艱辛 以前打BOSS就是這樣打 掌掌掌xN 叮叮叮叮啾 OK碰一下就是 以前就是長這副德性 以前就是卡牆 卡好卡滿 嗯嗯 Kong 卡就卡 絕不好貼臉 嘿嘿嘿嘿嘿啦 哎呀 這是之後會有的活動 我個人覺得算蠻好玩的ler 当然我覺得也一樣啦 就玩個一兩場就差不多了吧 哼 во bubbles conflict 最開始覺得有點煩躁了 你們如果要玩的話 選法師的鍵盤壓好壓滿的 那個補呢 就是壓到底就對了 那個全補阿 法師有一招全補 就是全補壓到底就對了 阿對還有一個我覺得蠻酷的 我給你們看一下 這也是20週年的部分 20週年蠻多懷舊取向的東西 這個這個這個 滑雪版 這個20週年當成點裝 來付出了 滑雪版 超級懷念 各種滑雪版 唉唷超級懷念 我記得以前我是拿那個 天空的滑雪版阿 在哪裏阿 是這個嗎 這用抽的 應該是活動可以取得啦 我記得 還有一個懷舊取向的 我找一下 找到了找到了 這個 這個也挺令人懷念的 這邊是歷代的這個 楓葉武器吧 可能應該是歷代懷舊的東西阿 反正像這個1到3 這一開始這個 哇這個有看過的 真的是老的不行 還記得這個蜂犬嗎 各位 還記得嗎 估計可能沒什麼人知道了 蜂犬 蜂葉短刀 唉呀我的天阿 這些應該都換得到嗎 就不太確定了 這我就還沒研究了 但我只能說就是 有根的話我是很開心的啦 阿 這個是活動換的 滑雪版看到了 滑雪版也是活動換的 還有雨傘喔 OMG 超級懷念 然後有這麼多種 我不知道後面是什麼 這個就等之後 要出的時候再一一的來看吧 還有凱撒那一套居然還有復刻喔 真的假的 米哈伊跟凱撒的那一套有復刻耶 看來20周年 決定攻打這個懷舊取向嗎 但我只能說呢 大家好像也沒有太買單了 大家看起來還是比較失望的是不是 這個盜戰 這個盜戰應該是救不回來了 然後他們這個韓服論壇也是倒一片啦 我給你們看一下 他們現在韓服的論壇 那個時候消息一出來 20周年消息一出來 他們的論壇就開始 開始躺了 所有人 都在躺 看到的時候 真的超好笑的 所有人 所有人都在躺 看來這個 這次改動不是很滿意阿 他們不是很滿意阿 那也是沒有辦法啦 這邊有那個 我覺得這個超可愛的耶 這隻如果有 萌獸之類的應該也蠻受歡迎的吧 好可愛喔這隻 好啦那活動的地方 就大概看過就好了啦 因為 到時候韓服要出這個活動的時候 再詳細介紹比較快啦 基本上 20周年的 改動就是先這樣 系統改動的部分 就剛提到那樣 但我覺得 之後應該還會再有更多啦 因為他們現在只是 因為13號他們出測試服嘛 他們之後20號會先實裝 上面講到的那些 那之後他們6月10號 還會再有真正的那個 夏季大改版 那時候應該會有更多東西啦 這個就算是前校戰吧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 目前20周年的情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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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